祝大家父親節快樂 在這一次案子裡面 協助我們迅速地破壞 並且讓我們這個案子 能夠迅速地解案 並且讓我們在管制藥品方面 能夠後續地處理 能夠順利地進行 非常感謝 今天其實是嫌犯利用 診所與藥廠之間的信任 提出訂購單 來做一個詐騙案 所以非常感謝我們三分舉同仁 還有我們偵察隊 在第一個時間就可以協助民眾 然後台北 剛剛分局長也有提到 台北跟基隆兩地這樣子的奮波 才有辦法在那麼短的時間內 迅速破案 那民眾這邊真的非常的感謝 那也是藉由今天父親節 那特別感謝我們警察 人沒有分離我的 來為人民來服務 來服務社會大眾 所以這一點點的心意 要民眾這邊要帶給大家 三分局偵察隊長指出 藥商遭到一名冒名 自己是醫師身分的嫌犯 訂購診所醫院使用的 第四級管制藥品被發現 有異狀而報案 經過三分局抽絲剝繭後 順利掙破這起罕見的詐騙案 三分局也呼籲民眾 千萬不要有貪小便宜的心態 避免被詐騙之外 有任何詐騙的疑慮都可以詢問警方 或是相關單位 現在詐騙手法層出不窮 他們用各種的方式 比如說現在大多都是用假投資 假監禁 其中那個假投資金額最高 他都是利用人性投資的比小多大 他會跟說五賺不賠、保證獲利 跟大家互相當個都是假的 他甚至會用那個名人的影像 不騙我們說我是大企業的張什麽火 還是說他是謝什麽火的財經專家 要請大家信信大家的目光 信他們投資的那個意向 其實這個都是騙人的 這下有不勞過過我們的白癡的午餐 但是奉勸大家不要被騙 有什麼履歷盡快打我們的轉線 第六轉線 還是跟我們今天拍手去諮詢 拍手跟我們定位很詳細的 跟大家說跟我們做報告 三分局也由分局長回贈藥商 代表警方的紀念物 感謝慶祝父親節的杯子蛋糕 記者吳俊松 機董報導